接著就和大家講講另一個話題 港鐵 我想講講 港鐵是投資澳洲 我想數了二百多億的項目 至少兩個 包括悉尼的西北鐵路 包括了麥爾本的鐵路系統 這兩個鐵路系統 能夠貢獻盈利 在港鐵業績暫時看到 是貢獻不到盈利的 就算澳元上升 澳元不斷上升 它仍然沒有一個盈利貢獻回來 即是說 就算匯率上升了那麼多 十多個巴仙 在投資到現在匯率上升了十多巴仙 理論上 你賺的錢 是賺澳元的 所以你匯回來 理論上還會多十多巴仙 但現在看到 在澳洲的營運 仍然沒有什麼盈利貢獻 另外在瑞典 英國的盈利 都是沒有貢獻的 甚至不斷出現延誤 或者在鐵路營運的時候出現一些醜態 其實是影響了港鐵的聲譽的 唯一港鐵賺錢的 其實是在大陸 大陸做了發展商 蓋了樓 就賺到錢了 為什麼我們要容許港鐵 去投資海外鐵路呢 港鐵理論上 是一間私人公司 因為它是上司公司的 但是本身的領導人 包括金澤培 包括歐元帕元 都是特區政府 林鄭偉任的 它並不是能者居資的 如果說能力 金澤培根本是廢人 根本就沒有能力 它根本就沒有能力 上到現在港鐵的位置 歐元帕權 是否可以帶領港鐵走出的陰利呢 在偷空減料和盤數越來越差的情況下呢 現在看到歐元帕權也是無能的 因為港鐵盤數是越來越差的 而且港鐵是完全擺脫不了 在偷空減料的形象 因為它到現在都有一些剛癖自用的 仍然死機撐飯蓋 或者不認輸 不認自己 是偷空減料 這個問題 可以看到 本身港鐵管理層 是未必有足夠的能力 去做一個純商業的決定 簡單說 如果是長江 如果是新世界 如果是雲基 它做海外決定一定做得很好 因為它找了很多consultant firm 它自己做過 內部決定的時候做得非常好 而且 會對決定做負責 但是港鐵就不是了 港鐵這班人 他們基本上是用我們的資產 港鐵你記住了 是我們香港人養出來的公司 它的資產 它的公司規模 它的公司的turnover 即是它的公司的資金流 或者公司的借貸能力 都是我們香港人付予給它 但是待我們執行的人 水平就低 香港政府的官員是坐進港鐵董事會的 由工程界的 由金融界的 即是父母的 都坐進去的 理論上它做一個海外的投資決定 董事會是應該有say的 又或者作為一間公營的公司 在香港 是承擔香港整個鐵路系統的公司 它如果在海外出事 可以影響香港的鐵路 即是說海外如果輸大錢 它還不到的話 是結果令香港的鐵路系統受影響的 所以這個是公共的利益問題 不是說一間私人公司的決定問題 所以香港政府 是應該有一個指引給在地鐵 就是說它投資海外 是應該跟某一些投資回報率 即是世界性的投資回報率 掛勾 即是說 如果它不能夠找到一個世界級的投資回報率 或者世界平均投資回報率 當現在是2.5% 又很不過這個百分比的 或者投資回報年期太長 是不可以讓它去海外投資 不可以讓它去思想授受 是將它自己的融資能力 將它的資金 去自己和一些海外的機構談 談完之後就扔錢過去 這個可能會令香港流失大量資金 這個就算它沒有貪腐問題 都可能令到香港吃虧 如果它有貪腐問題 更加可能斷億斷十億的資金不見了 整件事很簡單 我特別看澳洲 澳洲很特別的情況 港鐵有兩個特大的澳洲投資項目 一個是物爾本鐵路的營運 一個是朱利西北鐵路 兩個的合作方 都是跟禮頓公司的母公司 或者禮頓公司的姊妹公司有關 這個很落人力是莫名其妙 禮頓什麼時候開始在香港發跡 發圍呢 他一直在香港做大判的 但是正正在UGL事件之後 禮頓在地鐵是特別惡的 他每一次在地鐵下的鐵路項目 工程都特別多 比香港其他公司都多 不知為什麼 而且他擁有的權力是很大的 在沙中線的調查結果看到 禮頓原來可以拿到設計的權力 一般是承建商沒有設計權力的港鐵工程 他不可以就港鐵進行的永久設計改動 不能改動的 不道理就行了 你們只是執行而已 但是禮頓在沙中線的獨立調查委員會發現 禮頓原來是parallel 跟港鐵一起請了那間同一間conservant firm 去將港鐵的設計從頭到尾改一次 這個根本在法律上 在這個合約法上是完全不容許的 因為禮頓根本沒有這個權力的 但是港鐵當時是有人這樣做了 而且港鐵還授權了這間公司 給了港鐵的資源 港鐵的原始數據 港鐵的知識產權 給了禮頓用 這個特別了 即是說港鐵和禮頓之間的古靈精怪關係 其實是值得調查的 甚至值得刑事調查的 好了 另一方面 為什麼港鐵去到澳洲 是一定要和禮頓的母公司CIMIC 或者是他們的一個 姊妹公司 去做一齊投資夥伴呢 為什麼會這樣呢 很奇妙的 為什麼禮頓永遠 或者禮頓的母公司永遠都黏著港鐵的呢 為什麼港鐵在香港給了這樣的工程給他 然後去到海外又和他一起投資 然後說得很雲偉的 就說港鐵金質招牌現在受到很大的認同 去到澳洲 去到地道投資 但是為什麼投資是沒有回報的呢 如果投資沒有回報的 那用不著你去嗎 任何個羊股都去到的啦 不用金質招牌的 你一個爛鐵 一樣是受歡迎的 你肯扔錢過去就行了 因為你投資沒有回報的 你扔錢過去 是賺不到錢的生意 有沒有人做的呢 原來港鐵會做的 所以我在這裡再三呼籲 香港人要醒覺 港鐵我們要管的了 我們不能夠給港鐵 一個香港人 每天你搭車的民資民膏 去津貼 他的一個企業 還有香港政府 是利用一個地皮 利用物業發展 去津貼他的企業 不可以讓他 再是將香港人 那些民資民膏 搬到海外那裡花 而且是賺不到錢回來 絕對不能夠的了 所以我希望 香港政府 或者立法會 或者香港人要醒覺 不可以容許港鐵 去再胡亂投資海外 他投資海外的投資回報的時間 以及提支回報率 一定要有一個很清晰的交代 如果做不到的話 有人要下台 包括香港政府官員 這樣才可以防止香港 一個很有價值的資產流失了